梁永琪全家尽照,外籍老公帅气十足,可爱女儿外国基因强悍。 看到这幸福的一家子是不是同样感受到了幸福?当然在这幅照片中,梁永琪是最幸福的。 每分! A! M! M! 现在梁永琪已为人母,生了一个女儿,生得很是可爱,由于是混血,在长相上也很是有优势。 现在全家基本围绕着女儿转,小孩子也一直无忧无虑地成长着,外籍老公现在看上去更加帅气了。 即使是开演唱会,梁永琪设计的T恤都是围绕着亲自设计的,母女也为自己的产品代言真是好友爱。 希望梁永琪在未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。 梁永琪,G.I. Lil Nguyen, Key, 1976年3月25日,原名梁碧姿,香港着名女歌手,作曲者,女演员。 除了为自己主唱的作品,梁永琪也有为其他歌手作曲和作词。 其中代表作为李克勤的高妹,夺得2003年度各大颁奖里度个金曲奖项。 另外,梁永琪也是日本美容产品公司FANCO的代言人之一。 她亦擅长美术设计与插画,曾为台北拥有卡设计卡面图案,她更曾为九楼兰德福广场单任短期的美术顾问。 流行小说家张小贤与梁永琪合着个人散文集时,以为散文集内容描绘多幅插画。 梁永琪的演技也曾多次或认同,她曾凭《烈火战车》于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或提名为最佳新演员。 凭《新动》或提名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,还凭《爱语》成于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或提名最佳女配角。 梁永琪出生时候只有4英镑,约2公斤,因此出生后再氧气相顺了一个多月。 7岁时因体弱多病而改名为梁永琪。其孪生弟弟名为梁永俊。 1995年面大专期间开始兼联业,并曾与王锡等人拍摄时装目录。 她于香港理工学院平面设计系高级文凭毕业。 在初到初期,长发的梁永琪曾被指歪形酷似女演员叶晨。 其后梁永琪一直保持长发造型街拍铁打时手表的平面广告,虽然只是担任宣传海报内的其中一名小角色。 但在海报中,她被形容为她,未尝一吻,当时的宣传标语。 这张海报令香港导演尔东声对梁永琪留下深刻印象,亦因此安排她参演1995年电影《烈火战车》。 其中与刘德华合演情侣,并凭此片于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提名为最佳新演员。 《百变金刚》为梁永琪首部参演的电影《烟疫重重秘较》,片中其他演员包括周星驰、吴梦达、江欣燕。